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这个在上周的时候 加拿大央行是如期将息了25个基点 但是也看到加拿大和美债收益率是同步回落 那么对于全球加息周期 已经到了末端的这个现象 您觉得是否是已经笃定了呢 另外也看到刚刚也说到 这个本周美联储议息会议 如果按照当前市场所预期的是 低幅度的升息的话 那么市场的投资逻辑 是否会依旧是一个 弱美元和强商品的一个关系呢 好的我想从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同比增速 其实它是连续的一个收缩 那么我相信美联储呢 它以利率这种价格的因素 去控制空档的因素呢 其实应该是降低的 我想一方面从强美元 一种转弱的一种效益 其实它已经体现在 各国的一些流动性之间 尤其是在新兴市场 是属于一种受惠的 那么另外一块就是美企呢 其实它在海外的一些销售呢 其实占比相当的高 所以说比较强美元的时候 其实会对减少呢 相对于对于美企的这些财报 相对于它的一个美元数字 是降低的 而资本的一种流动 通胀以及财报的疑虑 那么依赖这种 急升利率的一种 各方的条件呢 都是属于一种降温的 那我想剩余思考的部分 应该是属于这种 高利率环境的一种时间段 从加拿大央行呢 升息25个基点 它的幅度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那么从美国以及加拿大 它两者之间的一种 经济高相度的一种关联性 尤其是在于加拿大央行 它升息呢 都是在于美联储之前的 所以是这种 意测的一种态度呢 那么成为一种判断的所在 那我们可以从美国的 12月的PCE 那么物价呢 其实它连续一种下滑 通胀回落呢 也推升了美股 它的一种风险变化 但是呢 2%通胀的目标 还是属于一种不变的 尤其是在于 服务通胀的一种粘性 那么就业市场强劲的一种 任性一种态度 我相信未来市场呢 还是要不得不防 那种美联储的一些官员 它这种应害的说辞 以及对于美联储 它到底有没有实际行动 两者之间 议策之间的 所产生一种波动 那么从加拿大央 加拿大呢 那么暂停去做的这种 升息的一种 未来这种情况的话 那我相信对于这种市场预期 加元的一种强势 应该会做一个停止 那么再想一下 欧洲央行呢 它是属于一种紧缩力度不变的 那么利率抬升呢 会成为它一种支撑要素 但是美国自己本身呢 受到主动的一种加息 经济衰退 那我相信被动的是 受到了欧洲 以及对于加拿大央行 这种反差行动的一种干扰 所以说对于美元的一种 大幅升值 我相信还是要看美联储 它的一个态度 那么当前呢 就是对于美元 弱美元 以及对于强商品 其他这种格局 有可能还会持续一阵子 尤其是在于黄金的价格 其实它一直属于一种高位 那么这时候 其他的商品挺进 尤其是不管是铜也好 或者是铁矿石也好 那么这样子 对于通胀的一种研判的时候 我相信似乎短期 这种对于美国来讲 通胀的这种粘性 是在于服务性 这种贡献程度 但是后续呢 是由商品通胀的一种 接放的可行性又加强了 所以说呢 对于投资者来讲 应该要探究这些板块 尤其是在于 这种商品通胀的板块 是否又会领先于 受到市场的关注 我相信这就成为了一个 市场关注的焦点跟核心了 嗯 明白 另外我们看到在日本方面 1月的CPI呢 同比增速是继续创出 40年的新高 面对大部分的一个 大宗商品价格回升 是20% 输入性压力也是有所升温 那么日本央行呢 一个持续的宽松政策之下 日元是否又会游升转跌呢 那么这又是否会意味着 美元的低位有限 未来该如何判断 多变的格局 或者说会有其他的变数发生呢 好的啊 从日元对美元呢 其实它从去年的10月中开始 就慢慢去走强 那么随着日本的一个 自己本身的通胀 它连续去攀升的 尤其在去年12月的时候 其实商品通胀的部分 是高增速的一个增长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一月份东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呢 其实叫前置上行的 那么主要还是因为呢 那么美国呢 它自己本身的去年这种 进入高基数 还有美联储呢 它升息步伐的一种放缓 当然从美债收益率的这种下行 也造就了美日之间的利差的一种 收敛的一种情况 资金呢也流向了就回日本的部分了 当然一方面 抢美元它变现的一种资产呢 那么可以换得更多的一个日元 那么日元升值呢 也扮演的支撑的日本央行 它整个的一个宽松的一种 政策的一种持续在延续的状况 尤其是在于借出日债 再从市场上买回这个动作呢 也形成一种嘎空的现象 那么在日本财务省呢 也提高了发行日债利率 那么所以说呢 再放宽到十年期的日债收益率呢 其实它整个的一个波动区间 那么总给予市场上呢 对于日本央行 有一种升息的一种想法 当然另外一部分 就是对于日本作为一个 输入型资源的一种国家 大宗商品的上涨 在日本贬值时期 已经达到了 消费的物价指出设定的数字之外呢 其实其他的部分 都没有去帮助这个经济的部分 尤其是在于本币走强的时候 更无法去帮助经济 那我们就在看 当前铜价已经领先上涨了20% 那么叠加了中国经济的回升 那么日本输入性通胀压力呢 我相信它只是一个递延的现象 所以短期 日本央行如果再放大 这个日债收益率波动区间的一种急迫性呢 就属于降低了 那么当然我们需要观察 日元升值的之路 是否会成为一个停顿 而美元的一种弱势条件呢 也不足了 所以说在于12月的 服务通胀的一种增速 已经不足了1% 也隐含了整个一个 内需的一种不足的现象 当然日本也希望维持宽松 意债也希望透过工资 跟这种通胀之间那种螺旋效应 去绑住 那我们去想一下 那么随着三月的到来 那我想从劳工工资的一些谈判的一种情况呢 也该开始去接近 那么从目前市场上的预期呢 今年将会升到2.85%左右 但是我们去对照一下日本的通胀的情况 从2%到4% 其他幅度如果对照没有超过4% 那么实际的薪资呢 还是属于一种复数的 所以说不管是属于一种 不管是宽松政策的一种维持 但是面对通胀的一种来临以及上涨 我相信对于宽松的一种政策 刺激的效果 一定会打上一个折客 那么从日本央行一种购债 以及对于债券的一种流动性的风险 还是对于市场上去担心一种隐忧 如此依赖的话 其实对于日本央行来讲的话 从日元跟美元之间的这种流动性 一定会产生对于全球的一种流动性的影响 那么也是市场上 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的一种担忧的气氛 慢慢就会足复去升温 好的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跟3D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这一段时间 您与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好的 我们也去接广告 休息过后 马上回来 所以 officials 感谢观看